今天下午的学习内容是关于运算符 那么在西洋里面 运算符和其他的变成脚本语言一样 也是有很多的种类运算符 常见的运算符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叫算术运算符 第二个叫关系运算符 第三个是逻辑运算符 第四个是字符算运算符 最后一个叫文件测试运算符 比较特殊一点的就是这个文件测试运算符 这个运算符在其他语言里面可能没有 但是在西洋里面有 而且这个运算符里面有个别的使用率还挺高的 所以这个有点例外 其他的这几个的话 在其他变成语言里面或多或少都能见得到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开始按照这个顺序来 先来看第一个叫算术运算符 算术运算符运算符 运算符就是运算的一个符号 至于这个算术 主要就是用来做这个数学这个方向的 叫算术运算符 所以下面的地方我就举了一个例子 下面我们所有运算符都需要去使用一个变量 变量我们加上两个 一个叫A一个叫B A等于10 B等于20 那么有哪些运算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给大家列出来了 在西套里面 在西套里面他所拥有的运算符 运算符分别是加 减 乘 除 取 于 复值 相不相等 不相等 有这么几个 其中哪一个咱们接触的比较少 就是这个取鱼 取鱼需要强调一下的 这个取鱼是什么意思 取鱼就是一个数除以另外一个数 它的情况有两种 一种是刚好除尽 另外一种是除不尽 我们所说的除尽和除不尽是指 除去的伤 这个伤应该是一个整数 如果除出来的这个结果不是整数 我们就认为它是除不尽的 那除不尽的话 假设咱这个9除以个2 那么如果结果要想伤是整数的话 那伤应该是几 是不是4 但是2乘以4等于8是不是还缺一个 所以鱼1 那这个1就是9除以2取鱼的结果 9除以2取鱼的结果 就是这个啊 这个就表示取鱼了 那么再举个例子 12除以4的伤等于减 3余数减0 所以12除以4的余数 就是12除4取鱼就是0 这个取鱼就是这个意思 要求这个伤呢 必须是整数 那么剩下的这个呢 就是取鱼的结果 这个如果之前没有学过变成对这个取鱼 可能不大理解 其他的话是那个负值 负值就是变量 把一个值付给另外一个值 这个就是负值 至于相等和不等 这个呢也是显上一件的 加减乘除也好算 这个是取鱼 取鱼 行 那介绍完之后呢 那么后面的话 他举了几个例子啊 就是说如果要想A加上这个B 咱们应该怎么加 然后这里面呢 要说的就是还有这个 叫EXPR EXPR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里面的话 我们先看后面吧 他就有一个说明 在这个败现里面呢 也就是我们销里面 其实销本身是不支持运算的 在销里面是本身是不支持数学运算的 那如果不支持的话 这个东西就局限了呀 我作为一个脚本 结果你告诉我 加减乘除都算不了 那还有啥用呢 所以不行啊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通过Ninux内置的 其他命令来实现 比如说AWK和EXPR 那只不过呢 EXPR呢 是最常用的一个 所以这里面的话 在举例子的时候呢 都是使用的是EXPR EXPR 这个最常用的 EXPR怎么用呢 EXPR是一款表达式计算工具 它能够帮我们去完成一些表达式的计算工作 那例如 举了两个很简单的例子 两个数相加 那这里面需要注意了 那我们计算计算 是不是有个结果 计算东西嘛 肯定有结果 所以这个地方呢 要什么 反引号 要反引号 而不是单引号 这个很容易看错的 反引号 怎么就算 开头是不是固定的 然后EXPR 空格2 空格加空格2 这种形式 也就是 让EXPR去计算2加2 等于几 等于几呢 这是干嘛的 把值付给谁了 付给了VIL 然后输出两个数值合适 VIL 我们说算一号解析变量 是吧 所以放进来 那么最后数数几呢 数数的就是4 当然这个命令 我们可以直接拿出来 因为刚才说了 说这个命令 是Linux内置的命令 那么看它能不能计算 2 咱就不加2了 咱加20 是不是可以 可以啊 所以这个命令 和我们在命令行里面 执行的结果 其实是一样的 就和今天早上看的 那个 代他那一块 差不多 在这里面需要注意的点就来了 表达式和运算符中间 干嘛呢 一定要有空格 表达式 表达式和运算符之间 一定要有空格 就是这个左右 必须要有空格 例如2加2 这个是不是没有空格呀 是不对的 是不对的 必须写成2 空格加空格2 这种形式 这个呢 与我们熟悉的 大多数语言 都不一样 如果有同学 有编程基础的话 你和其他语言相比较 其实都不一样 其他语言 有没有空格 无所谓 他该认识 还认识 但是在笑里面就不行 你必须得加空格 不加空格 就是不对 完整的表达式呢 要被这个单引号给包起来 这个意思呢 就是主要要大家注意一下 不要把这个呢 认称单引号 它是翻引号 不要认错了 因为EXPR 它能够去计算 一些技术的求职操作 所以我们后面 看这里面 它的举例 都是EXPR EXPR 都是这种形式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 把这个案例 这里面 它举例的操作呢 我们通过 需要脚本 去实现一下 这就是我们 现在要做的事 上午的话 我们看看 创建到哪个文件了 Test7了 Test7 那么今天下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Test8 直接创建了 这边就不通过Touch了 因为通过Touch 还得多写一号命令 VM Test8 8.sh 然后固定格式 第一行 Bing Best 那么按照要求的 我们后面要经过 好多的认算 那么先把两个变量 给它定义一下 先定义一下 两个变量 那么A呢 它说等于10 是吧 那我们也等于10吧 然后呢 B呢 等于20 那现在要开始计算了 在这里面 如果大家写代码的时候 怕以后忘了自己写什么东西 那我这个地方的建议呢 就是可以写一些注释 那比如说 两个变量的初始负值 这样的话以后呢 看到这个代码 我知道它是干嘛的 原来是给了两个变量的一个负值 这是注释 注释不会执行的 这个可以放心 然后后面的话 就要开始去计算了 那么要计算的 第一个呢 是加法运算 第一个是加法运算 那么加法运算呢 这一块呢 我们就不去写这么复杂了 它这个地方呢 想应该是想要的这个效果是 想让我们先保存到一个变量 然后呢 再输出 这块呢 其实 放不走 咱可以写一个简单一点的 比如说 echo bc ho echo 然后呢 我要算 算什么呢 引号一下 给它加上 a加b是吧 a加b 等于多少呢 等于号 然后后面的话 我再紧接着写什么呢 写了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叫 dora a加dorab 是吧 但是doraa加dorab 这个计算 我们本身需要交本支持吗 支持不支持啊 要干嘛呀 单引号是吧 ex 反引号 不是单引号 反引号 说错了 反引号 expr doraa 后面呢 加号 dorab 然后 反引号 doraa加上dorab 反引号 那在那边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千万不要这么写 千万不要这么写啊 空开 空开啊 行 那么先保存一下 执行一下 看看这个加法运算 算对不对 那如果这种写法可以的话 那么就后面呢 在所有的案例里面呢 我们就都不需要去说把它保存成变量了 看行不行 chmod chmod x past 8 走 这是复值权限啊 没问题 然后past 8 对不对 对吧 对那就OK 行 那么这时候呢 咱们再回来编辑 当然如果说 你光看那个a加b等于30 那也不知道a等于多少 b等于多少 那没办没关系啊 我们这个地方呢 可以把这两个值给它 先输出一下 那比如说 啊 a加一个 啊 然后呢 引起来 a等于 a等于刀达 a是吧 哎 然后呢 a加一个 b等于刀达 b啊 b等于刀达b 哎 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应该就比较明显了 a等于10 b等于20 所以a加b等于30 可以吧 哎 没问题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加法 计算呢 的确是对的 的确是对的 行 那么后面的话 就简单了 我们只要照着这种写法 一口气呢 就可以把它写完了 啊 这个是加法应算 那为了看到更好的效果 这里放我再输出个i考 输出个控行吧 啊 输出控行 然后后面 接着来 加号有了 加号有了之后呢 后面就是减号 那么a靠 a 减 b 那就等于 然后后面的话 同样 引号啊 expr 哎 到让a 减去 到让b 哎 这个是减号啊 引号给他 引一下啊 然后呢 除了这个的话 我们还有其他的啊 那如果说你不想这么 频繁的去写 我们可以用一些 以前在学习vim的时候 一些命令 可以怎么招来的 复制粘贴是吧 哎 然后稍微改一下 是不是可以了 哎 复制叫 yy是吧 然后呢 粘贴 p 粘贴一个 然后再粘贴一个p 啊 再粘贴一个p 啊 多粘贴几个 粘贴 粘贴 粘贴那么多干嘛 咱后面好几个呢 啊 加减 后面是 乘 乘 这个地方 需要注意一下 咱们这一块呢 今天上午讲了个东西 对 讲这个信号和通费符 它都表示星 是不是 那所以这一块就需要注意了 由于我们这个地方 它执不执行 它是不是不执行啊 它只是输出嘛 所以要不要转移呢 就不用转移了 啊 我只要输出个信号就可以了 但是后面这一块 你需要注意一下 信号 你需要注意一下 它是不是需要去执行的 它如果需要去执行的话 它就可能会被认为是通费符 但是我们想的是通费符吗 不是 我们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乘号 所以要加一个 反斜杠 哎 要去做一个转移操作啊 加减 乘 除 除就是斜杠 那么斜杠这个地方的话 A除以B 10除以20 感觉除出来的应该是分数0.5是吧 0.5咱倒过来吧 咱还是看整座啊 是0 是几 还这么知道 你非想看呢 那行 那咱看看啊 A啊 A除以B 那这个地方的话 减号是不是要改成 写看看啊 然后加减乘除 还有一个 取鱼啊 取鱼的符号就是百分号啊 取鱼就是百分号 那么取鱼百分号的话 这一块呢 也要变成一个百分号 那么除了加减乘除取鱼 负值 变量的负值 这个咱前面干过这事啊 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不要了 呃 然后这个等于等于 咱待会再说 那等于等于的话 和这个输出就没关系了 取鱼等判断等不等于 是判断的操作 所以待会我们写一个 if语句 那这行就不要了啊 不要的话给删掉 删掉 滴滴 哎 可以 好嘞 退出 来执行一下 走 30对不对 对的 负10对不对 对的 A乘以B 200对 是吧 A除以B 对啥 对呀 啊 他这里面是默认取诊的 所以刚才我想特意把它调一下的啊 是因为他只取诊数 啊 然后后面的话 这个A除以B A除以B的余数 这个结果也很难理解了 A除以B A除以B等于 等于0 啊 应该也是等于0的 因为上面就等于0了 对吧 那等于0的话 还是10 于10嘛 对啊 所以这样的话 你这么一除的话 那这个结果其实和我们想的是有点偏差的 因为他只取诊数 那为了看到更好的效果呢 这边呢 咱颠倒一下 看这个效果对不对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让他是B 这边是让他是A 这边也是A 这边也是B 那如果颠倒过去之后呢 这样的结果如果他对的话 那就好理解了 就和我们刚才所说的就一样了啊 主要是这个数据 它本身呢 这个大小 有问题 B20 20除以10 商是2 没问题吧 那由于商是2 是不是已经整除了呀 整除所以 B除以A 取语不就零吗 所以这样的结果就对了 好 那这个商结果就没问题了 那这个是 加减乘除取语的相关的变算 哎 但现在我们已经学完了这个 加减乘除取语了 哎 那给咱们说 能做一个 就是计算器吗 可以吗 可以是吧 哎 只要你会了这个加减乘除的话 你做一个基本的计算器 还是没问题的 啊 先让用户输入 一个数据 是吧 然后再让用户输入什么 输入运算符嘛 第三个再让用户去输入 第二个数字嘛 最后按一下回车不就出来了吗 对 运算符得判断 运算符肯定得判断 不是不能 为什么不能啊 这地方不有吗 不是有咱写 已经把语法写出来了吗 对吧 那语法只要照着这个 拇指斑步就行了嘛 所以是可以的啊 只要你会了这个加减乘除 加上我们上面的这个 长的这个条件 判断语句的一个语法格式 那其实你就可以去写一个 简易的计算器了 那这个的话 就作为我们今天晚上的作业 第三个 先把它贴后面去啊 第一个就是 来 尝试写一个 需要的计算器 来 简易 计算器功能 来 实现 加 减 乘 除 就可以了 取语的话 如果有兴趣写 可以加一下 这是第一个 回到这边来 现在这是上面的操作啊 那么后面呢 还有两个操作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看到后面两个想干嘛 这个负值呢 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变量负值 一直用到现在了 那么再挑看这个 判断两个数字 是否相同 如果相同 则返回 处 如果相同 则返回处 这个处 是什么意思 对 处就表示 对 但是我们用计算机里面的话来说 处就是 真 处就是 真 还有一个和它相反的 叫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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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se表示 假 不是真 就是假 不是真 就是假 那这块的话 这个false 这个false就是 假了 那假就是说 这个条件是 这个结果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就是假 行 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判断了啊 因为今天上午呢 咱已经看过这个判断的语法了 现在可以来试一下 来诸试 那这个是判断是否相等 判断是否相等 按照if的语法格式 if 然后后面是 什么来的 空格 不能少空格啊 空格 然后后面就是条件 但条件的时候 在写的时候需要注意 我们if的条件需要用状况包着 if的条件需要用中空号包着 那么在其他的语言里面呢 比如说js或者说pfp里面呢 他们都是用小空号包着的 这个地方需要去注意一下 我们要中空号包着 中空号包着呢 里面的话 中空号的前面和后面 必须要有空格 前后各有一个空格 然后中间我们才能去写这个表达式 那表达式 我们这个呢 是判断是否相等 那就是谁和谁相等呢 a和b是不是相等 是吧 那就是刀让a 然后呢 这里面呢 也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它的左右也需要空格 它的左右也需要空格啊 然后呢 刀让b 所以这块的话就比较 记的东西比较多了 咱前面的地方到现在 可以总结一下啊 除了变量的负值 左右不需要空格 好像后面是都要空格了 所以你就这么记就可以了 除了变量的负值 那个地方你不要加空格 其他地方呢 你都记 加空格就行 行 那么这个呢 条件我就写完了 条件写完之后呢 按照我们的if语法条件要求的话 那么它这地方的话 后面是不是有个xin呢 对吧 行 那么xin造写就行了 t h e n 也就是那么 做什么呢 那么就是它做的事了 如果这两个相等的话 那么这地方它给了个提示是吧 比如说echo一个 echo echo 叫相等 相等 或者说就a等于b吧 a等于b 行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出来了 那如果这两个不相等呢 是不是就否则了呀 否则后面写个什么呀 eo se 其实这个时候呢 不就相当于是我们两个条件吗 对吧 所以是走了else else这个地方呢 再输出一个a 不等于 不等于b 然后后面的话 不要忘了一件事 要闭合 要闭合 fi 这样就行了 好了 那么现在的话 可以来试一下 那么结果的话 咱应该都知道 10和20相等还是不相等 不相等 所以最后我们理想状态下 应该输出一个a不等于b 是吧 a不等于b 对吧 没问题啊 没问题的 a不等于b嘛 10本身就不等于20 然后还有一个 后面呢 还有一个运算 就是说判断两个 判断两个 是不是不相等 判断两个 是不是不相等的 这个运算符 是碳号 等于号 那么碳号呢 在编程里面呢 是表示取反的意思 就表示取反的意思 你本身的话 是相等 那现在我取了反了 那就是不等啊 这一点呢 和其他的编程语言有点像 那比如说GS啊 Gioscript PB啊 也都是这种语法格式 碳号 等号 表示不等啊 行呢 那这块的不等的话 来试一下 判断 是否不相等啊 是否不相等 那么条件 if 空格 空格 不要忘了啊 dora a button dora b 啊 然后 这个zin呢 除了 换行写 你也可以不换行写 但是不换行写的时候 需要注意啊 加个分号 then 有的时候你会从其他的资料里面看到 人家可能这么写的 这样写也行啊 换不换行都行 但是需要注意这个分号的问题啊 then 这个呢 只是个人习惯问题 然后呢 呃 为了以后呢 大家写的这个信号 你自己能够看得很清楚 我比较建议大家就是 呃 不要每一行都顶格写 像这种 哎 就建议你啊 往里面稍微的去 缩一点点 哎 稍微的缩一点点 这样就能很清楚的看得清楚啊 原来这个i考是上面这个if里面的 执行内容 然后下面这个呢 是else的执行内容 这样看得比较清晰明了啊 这是一个习惯 i考 那如果这个条件成立了 说明什么 a 不等于 b 是吧 其实就是把刚才的两个输出 是不是颠倒一下呀 哎 然后else else 再输出一下 echo eco eco 哎 然后这里面我们搁上一个 a 等于 b 啊 然后后面的话 fi 走 没问题吧 啊 a不等于b 因为这两个值就是不相等啊 那就可以了 这个是运算符这一块啊 一些最基本的运算符 加减乘除取于相等和不相等啊 包括前面呢 我们一直使用的一个变量的负值 非常的复制 行 那这一块的话就这样就可以了啊 那么输出的这个结果呢 它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是执行结果 啊 脚本的 执行结果 可以啊 行啊 这是这边这个写法 第一个运算符啊 叫算术运算符啊 算术运算符呢 主要是针对这个数字的一些加减能处 在运算符区域 第二个运算符呢 叫关系运算符 叫关系运算符 那么关系呢 这个关系也就是我们在数学里面所说的 比较大小的啊 这一些关系啊 那么关系有哪些呢 在讲关系之前需要注意 这个关系运算符只支持数字 不支持字符串 除非这个字符串是数字 除非这个字符串数字 这句话怎么去理解 这句话怎么去理解 你像这个啊 如果说哎 ABC啊 或者说ASV 这个呢 他就不能去使用这个关系运算符 哎 那123行不行 123是不是可以啊 他数字吧 123行不行 他单单是不是字符串 是字符串吗 一银行包着的嘛 但是这里面说了 除非字符串的值是数字 数字吧 没问题啊 所以这句话要先去理解一下 因为比较大小嘛 比较大小 咱一般是数字比较大小 你来个字母去比较大小 在这里面可能就不好实现了 但是在其他语言里面 弱类型语言里面可能会 可以的啊 那这块不行啊 下面的话也是列举出了一些 常用的关系运算符 那么还是假设10是A 20是B 有哪些运算呢 第一个呢 叫-EQ -EQ呢 主要是作用是判断两个数字 是不是相等 判断两个数字 是不是相等啊 是否相等 那么EQ 为什么叫EQ呢 这时候来写一下啊 -EQ 其中的这个EQ EQ呢 它的全称呢 叫EQ 叫EQ EQ EQ就是相等的意思啊 它的全称啊 所以简写叫EQ 然后呢 -NEQ 那么刚才说 NEQ表示相等 那N呢 N就是 NOTA EQ 就是不相等 所以呢 它呢 是表示两个数 是不是不相等 啊 就是不相等的 那么还有GT 这个是G啊 不是不是A啊 这看起来像像是A 是G啊 -GT -GT 我看着 像A又像Q啊 G啊 就是被这个 下滑线的这个波浪线 给那个啥了 嗯 GT啊 GT呢 叫G-R-E-A-T-E G-R-E-A-T 啊 没有E啊 GRETA ZAN GRETAZAN GRETAZAN呢 就是超过大于的意思 所以检测的是 检测 左边的数 是否大于 是否大于 右边的啊 那如果是 则返回 处啊 如果是 则返回处 那么大于 相对的就是 小于 叫LT LT呢 叫L-E-S-S LESS ZAN LESSZAN 叫小于 所以这边呢 是检测 左边的数 是不是小于 右边的数 大于和小于 相对的 然后呢 后面还有 G-E-E-A-T G-E-E-A-T G-R-E-A-T GRETAZAN 或者 EQ E-Q-U-A 叫 大于或者 等于 那不就是 大于等于吗 是否大于等于 右边的 这个值 叫 GRETAZAN 那么还有一个 相对的 L-E 那就是 L-E-S-S LESSZAN 或者 O 小于 等于 E-Q-U-A-L 所以这边呢 是检测 左边的数 是不是 小于等于 右边的数 是不是 小于等于 右边的数 那如果 是的话 那都是 处 那后面呢 是他举的 这个例子 同样 那么这块呢 还是用 这个A 10 B 20 这样的一个 来做 这个案例 使用A 等于 10 B 等于 20 来 实现 管理 这是 这边呢 要做的 那么先来创建文件 刚才是TESTA8 那么VM TESTA9 SH 然后往里面编了啊 那么第一个呢 先去来固定格式 碳号 然后后面是BING BASS 然后三名 A 等于10 B 等于20 那么为了看到效果 ECHO A 等于 这地方咱还用酸一号啊 这个酸一号不对啊 A 等于DORA A 然后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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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是B 等于DORA B 这个地方你左右空不空格 无所谓 左右空格无所谓 为什么无所谓 因为它是引号包起来的 它是表示 一个整体并不是一个变量的定义啊 不是说把这个A 复制给A 不是这个意思啊 它只是整体一个输出 那么输出好了之后呢 后面呢再来个换行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事了啊 第一个呢 是先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这个 我们的左边这个 和右边这个 是不是相等啊 判断左边和右边是不是相等 那要判断的话 也就是 if 空格 不要忘了啊 送过号 然后干嘛 空格 空格 左右各一个 然后放中间来写 如果说 DORAA 注意啊 运算符 有空格啊 GAM AQ DORAB 其实像这个有空格 我觉得很好理解 为什么很好理解 如果你不加空格 你看看怎么样的 不加空格 你会觉得怪怪的 啊 在其他语言里面 可能会这么认为 这是一个变量 后面又是一个变量 两个变量输在一起 想干嘛呢 也不知道想干嘛啊 所以这个空格的话啊 该加一定得加啊 加上它 空格加好了之后呢 那么这个的话 它是判断是不是相等 是不是相等 那如果说这个条件 成立了 我们应该输出什么 A靠 A等于B 是吧 A等于B 然后呢 后面的话来个 Ls Ls啊 然后走 后面 A A 然后呢 A 不等于 B A不等于B 这个就是输入法得强大一点 输入法可以来实现这么操作 但是你想直接在键盘上找这个方法你找不着 然后最后呢 B和FI 啊 行 那么同样也是先来试一下这个命令 看它呢 哦不OK啊 CHMOD 加 X Test9 9.SH 然后来执行 Test9.SH 10和20本身相不相等 本身不相等 没有问题吧 A不等于B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挺好的 行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就造了这个模子 造班就行了啊 这个是不等 那么还有后面的呢 来叫 NEQ 啊 NE啊 这地方没有这个Q啊 没有这个Q NE 嗯 NE NE就是本身就判断不等的 那么要写的话 就是F 中够号 中够号呢 空格空格 哎 DoraA 然后呢 NE NOTA NOTA 然后呢 DoraB DoraB 后面的话 TH ZN 哎 然后呢 1234 四空格 A靠 这地方的话 如果这条条件成立 是不是就要输出A 不等于 哎 不等于 B A不等于B啊 如果成立了 那就是A不等于B 当然也有可能不成立 那如果不成立的话 就是 Ls了 然后1234 A靠一下 A等于B 哎 反之就取反嘛 然后最后的话 FI 哎 这是第二个啊 那么造了这个样子 后面呢 其实也可以全部给他一次性写完了啊 只要确保第一个程序 我们能够顺利的执行 那么后面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啊 F 中够 空格空格 哎 主要养成这个习惯啊 这个空格一定给他敲上去 DoraA 那么除了等于不等于 还有大鱼和小鱼 大鱼叫 杠不要忘了啊 叫杠GT 然后呢 DoraB 空格不要忘了 哎 如果这个成立的话 那么TH是金 那么那么干嘛 1234 A靠一个 啊 应该是输出一个 A 大于B A大于B 哎 然后否则 E1S1 Ls 1234 A靠 A小于B 啊 A小于B 哎 最后呢 FI 啊 后面一个 if 中够号 空格空格空格 DoraA DoraA这个后面是判断小于的是吧 小于的就是杠LT DoraB DoraB 然后呢 后面是THZN ZN 然后1234 A靠一个 A小于B 啊 A小于B 然后E1S1 A2S 1234 A靠一个 A大于B 啊 A大于B 最后呢 闭合一下 啊 其实这样敲的话 把后面的两个再敲上 敲多了之后 基本上EF这个 EF和A2S这个语法 就已经记住了 写在一个里面 怎么去写在一个里面 不是后面的几个也是 他这几个条件是相非独立的条件的 你怎么可能写到一个里面 你又要去判断一个是不是等于 然后又要判断是不是大于 你判断判断 你会发现条件不成立了 啊 所以不能写到一个里面去啊 不能偷懒啊 该分开写 就得分开写啊 来直接一下 一样吧 那其实我们主要想看到这个效果就是 他两个两个是一对嘛 两个两个是一对 那这样的话 没两个输出的结果 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呀 如果一样就对了啊 那么后面这两个呢 也可以造成这种形式 造斑就行了 造成形式造斑就行了啊 大于和大于小于和 大于等于和小于等于啊 能不能用等号等号表示等于啊 可以啊 上面刚才不是说了吗 对啊 就其实这个运算符 就是说给数字判断这个等于等于和下面这个杠EQ 其实是一个意思 只不过是两种写法 对对对对 上面那个没有大于和小于和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啊 这个EQ和那个等于等于是一个意思啊 你以后用刚EQ也好 还是用等于等于也好 这个随便 对这个随便 但是你用大于和小于和大于等于的时候 你得注意 你必须得用这个啊 必须得用这个 嗯 那后面这两个的话 我就不继续写了啊 这两个的话造斑就行了 你只要把符号再去搬一遍就行了啊 比较简单一点啊 前期呢 主要就是说大家呢需要去多去写这些东西 把这些基本的语法呢 给记住 把基本的语法给记住 时间 时间属于字符 时间属于字符 到3.4再说啊 到3.4再说 接下来呢 现在呢 留几分钟给大家去做一个作业 课堂作业 嗯 呃 案例是这样要求的 啊 嗯 去 判断 写一个 哎 脚本啊 写一个脚本 判断用户输入的这个用户是否存在 哎 判断用户输入的用户啊 哎 或者这边呢 我们就判断我们当前呢 哎 当前输入的用户是否存在 那如果存在提示存在 如果存在 则提示 哎 用户存在 否则 提示 哎 用户不存在 就是这个 小命令啊 大家可以 尝试写一下 嗯 嗯